歡迎您回到這小時的 新台灣星光大道 不說你不知道 北韓一直講說 4月12號到16號 12號到16號 要來試射 他們的這個火箭上面 載衛星 好了 今天13號 真的給他試上去了 是因為今天13號星期五 他試上去一分鐘的解體了 馬上先來看 一分鐘後 南韓媒體報告 北韓國內 發射了飛機 只有一分鐘後 Victor Chaw 台灣早上6點38分 搭載衛星的北韓銀河 3號火箭正式升空 但沒料到竟然在 一分多鐘之後 火箭就在半空中解體 跌破眾人眼鏡 根據日本和美國等媒體報導 火箭按預定計畫 從東倉嶺基地往南方發射 據美方研判 火箭掉落在南韓首爾以西 165公里附近海域 在半空飛行120公里後 斷城四節墜落 而南韓外韓的兩艘美方軍艦 也已經針對火箭殘骸展開搜尋 從這張東倉嶺基地附近的衛星罩 可以明顯看出 白色部分是火箭所在位置 這次北韓火箭發射 包著試射衛星的外衣 但國際監督認為 其實是導彈試射 他們仍然認為朝鮮進行發射的 並不是一顆搭載 衛星的運載火箭 而是一枚洲際彈道導彈 而上面綑綁的四枚勞動機中程導彈的 則是朝鮮實驗的另外一個部分 但無論是衛星還是導彈 試射失敗所呈現的意義 有兩個層面 首先這證明了北韓 其實還沒有具備成功發射長城飛彈 能威脅到美國的能力 其次對於出長大衛 想鞏固政權的金正恩來說 威信受到嚴重考驗 北韓在火箭升空同時 電視台照常播放一般節目 國保主播李春姬 並未出現同步轉播 對北韓民眾來說 在紀念金日成名誕之際 發生這樣的事 真是個尷尬的日子 今天新聞科亞韓綜合報導 13號星期五失敗的飛彈 不是火箭試射 今天現場的專家 這一陣子一直跟我們一起 在關心全世界 都非常矚目的 北韓的火箭試射 先看到文史工作者汪燦耀 大家好 文史工作者楊蓮福 大家好 亞太防務雜誌總編輯鄭紀文 各位觀眾大家好 軍事記者宋宇寧 大家好 總編輯先跟我們講一下 今天整個的情形好不好 是 這是原來他們預估的 飛彈的發射路徑 顯然大家對他們預估都太過樂觀 今天實際發射發現 不到一分鐘飛彈就落地 落海 掉在他們所謂西海 也就是黃海 離朝鮮半島近海的地方 專家預估 預測 這是為什麼火箭那麼快就掉下來 而且不排除是北韓方面自行引爆 因為它可能是發動機發生的問題 導致火箭的姿態無法受到控制 那為了怕火箭炸到人口密集 或者朝鮮半島造成傷害 所以不排除是遙控單位自行引爆 以免避免這個更大的傷害 不過不管怎麼樣 這次這個火箭升空不到一分鐘 大家預估大概高度不超 大概一百餘公里就爆炸 斷裂成四塊散落在海上 那北韓花了那麼多人力物力 這個放了那麼大一個煙火 其實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很難堪的事情 而且這次發射衛星 還邀了那麼多媒體 廣邀媒體 而且做那麼大的媒體公關活動 秀座很大的 對 到最後居然是如此的下場 真的我看很多人挫在等 就是未來是不是要勞改 人頭落地其實都很難說 所以那連副兄如果像剛才 這個總編輯所講到沒有引爆 他們如果說北韓自己沒有引爆 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那會是什麼樣子 最近大家全世界的這個 所謂政治或者評論員 大家看到北韓這些動作 像我昨天才在評論說 從國際關係 從內政梗固 來看這個金正恩他掌權以後 到底北韓他的動作會這樣 今天馬上一大早6點多 就發射了這個火箭 跟預期的說4月15號 16號 要發射這個所謂的火箭 來慶祝他們祖父的名單 好像跟事實差距蠻大的 結果一分鐘就失敗了 那這裡到底是北韓他是一個很理性的國家 還是一個非理性的國家 如果說理性的話應該不會讓它爆炸 至少可以把它試射成功 可是非理性的話 奇怪剛才這個總編輯講的 一分鐘就讓它爆炸了 到底是有意讓它爆炸還是真的技術太落後 不過就我來看 以北韓這幾年這樣子的一個所謂虛張聲勢 他大概是有意讓它發射了 但是發射以後自動爆炸 讓周邊的這所謂的韓國日本中國台灣菲律賓包含美國 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因為昨天還有一則新聞說 美國本來要解除這個所謂經濟制裁 後來說你既然反悔了我也要給你制裁 那看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那經濟制裁在死的時候曾經留下一句話 不要看中國的臉色 可是中國才是北韓的真正老大哥 所以今天這個飛火箭的這個試射失敗 到底是有意還無意 坦白講大家都看不懂 可是我相信負責搞不好那個採訪的那個導覽的人員 那個總工程師 他搞不好就是戴罪高仰 第一個被開頭的或者殺的搞不好就是他 好像對這個下場而大家的感覺都不大妙 不過總編輯在這個今天的火箭針的升空之前 大家都在猜 他們一直講我們上面載的是衛星 那麼但是國際間一直覺得說 你根本就是要載飛彈對不對 今天這樣看起來短短一分鐘 我們可以看得見是衛星還是飛彈還是什麼東西嗎 當然這是變成大家永遠去猜的一個迷 北韓會說我不告訴你 大家永遠無法知道這個答案 但是我們從這次這個雖然失敗 不過對於北韓這樣的小國 要發展衛星和長城彈道飛彈 本身就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把現在的北韓和1960年代的中國相比 其實狀況非常的雷同 當時中國大力在搞原子彈 還搞說這個長征一號要發射東方紅衛星 當時他們搞的火箭其實和這次這個 這個北韓的火箭其實相當的像 可是當時這個中國有多少人參與研發 超過10萬人全國有500個單位 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 所以北韓以這樣的這個工業水平 還有規模要搞這種衛星 這個洲際飛彈 其實它勢必要多說有很多折磨 歷經更多的失敗 這是常理可以去推估 那因此就是我們對於這次北韓這個發射衛星 雖然失敗 不過展望未來 它一定還是不定期的會做類似這種試射 來精進它的這個飛彈和這個火箭的實力 OK 那麼玉林兄 這次的火箭是他們第三次試射這個火箭 有一說是講說 它好像跟之前兩次是一模一樣的技術 所以一定是在這個前朝的官員 誰在這個金正恩的背後撐腰 然後他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還有一說說這一次用的是不一樣的技術 所以這次搞砸了 你覺得應該是怎麼樣呢 我想在每一次的這個試射來講的話 都會想辦法去做一些改進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北韓事實上來講 它在2009年也有試射過 那在之前的其實試射紀錄也是失敗 但這一次來講我們看 它基本上不會說用原來的火箭 一定會有一些新的技術去改進它 然後我去測試新的技術 希望說更進一步 所以這個在它的設計上面來講 包括火箭的設計上面 包括它的火箭的發動機 然後甚至來講它在我們看控制中心裡面 它的對這個火箭整個發射的軌跡的部分的時候 它的搖側的部分 這些我想它都會有一些 因為畢竟這個科技有在進步 所以它雖然它受到世界各國去管制 但是它還是會想辦法獲得一些這些技術來源 那另外就是說 剛剛其實來賓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它很多時候看臉色是中國大陸的臉色 中國臉色 那這一次我們看到雖然我們在之前的時候看到 美國也希望說中國能夠表示一些意見 希望它勸北韓不要發射這個火箭 那我們看到中國也有講一些話了 可是你看這個北韓最後還是發射 所以這代表什麼 我相信在背後事實上來講還是有一些 就是說中共可能還是說 你如果真的要打的話就打吧 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還是背後是有的 這個其實這個回到就是說 我們看整個朝鮮半島的局勢來看的話 在1950年發生韓戰那一次 事實上來也是一樣 他這個金正日他爸爸金正日那一次發動韓戰 他也是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了 我會支援你 如果說你碰到美軍的強烈抵抗的時候 我會派軍隊進來支援你 你放心 他才真正能夠發動這場戰爭 如果說沒有這個毛澤東 甚至來講當時史達林同意的話 他其實也不敢發動這個戰爭 所以整個我們看到就是說 北韓這一次整個的試射來講 當然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感覺起來有點 這個雷聲大雨點小 前面吵得很熱烈 然後結果發射上去一分多鐘就沒有 這個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真正的原因在哪裡 我覺得蠻有意思是說 可能北韓自己也在想 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雖然我們這個日本 美國大家都在想說想知道 可是我相信北韓可能也在想 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本來是一個怎麼樣 就像我們這個國慶放煙火一樣 本來是很好的一個秀 這個為這個金正恩接班慶祝 結果突然間一分鐘就結束了 這個很短的一個秀就沒了 所以這個我想他們會去檢討說看狀況怎麼樣 那至於說火箭本身我是覺得 今天這樣看狀況你會發現大概 基本上就是發射上去就結束了 那這個就可能牽涉到很多是它背後的一些問題 就是說很可能是基本技術上的問題了 包括說它的像我們看到說 為什麼這個外電有講到說 他們的燃料注入之後是這幾天就要發射 因為會有浮石機感 這因為它用的是一個液態燃料 那它的火箭用液態燃料 基本上是比較不穩定的一個物資 所以會不會是這個方面出了一個狀況 那另外就是說一分鐘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那這個火箭基本上是還沒有分離 就已經發生爆炸或者是狀況出現了 那因為正常來講的火箭它應該是說 我第一節的火箭發動機這個燃料燃燒完之後 我跟第二節脫離 然後第二節繼續往前走 可是現在你看一分鐘表示這個 第一節都還沒燒完就已經沒有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背後有很多的這些技術上的問題會出現 好 那麼今天這個本來我們還在講說 這個火箭升空大概什麼十分鐘有沒有 它可以跑完什麼 今天一分鐘已經沒了 但是剛開始的時候北韓的 就是說全球的媒體大幅在報導 北韓沒有 北韓在報導的是這個金日成 他以前的什麼豐公尾機 怎麼教人家用什麼洗衣機 北韓都不曉得 但是我們這個外電的媒體已經報導 是轟轟烈烈的 我們先來看 這是CNN BREAKING NEWS 北韓發射火箭第一時間 全球媒體都以快訊報導 CNN特派記者在平壤帶來第一手消息 這真是失敗了 而且他們在年來祈禱祭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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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親 CNN記者受邀前往北韓參觀火箭發射 沒想到人到了當地 沒有親眼見到發射過程 連發射失敗都是聽說的 另一位受邀採訪的鳳凰衛視記者 同樣一頭霧水 8點45分的時候有朝鮮的官員通知我們 所有的媒體記者到緊急到 這個國際媒體中心這邊集合 到時候朝鮮官員會在10分鐘以後 有這個新聞公布 但現在大家已經等了非常長的時間 現在還沒見到朝鮮官員的蹤影 所有受邀的國際媒體 數十個人被通知到飯店裡頭的會議室 等待北韓開記者會 結果機器通通架好了 北韓官員卻遲遲沒有現身 北韓只通知記者們晚一點要再集合一次 帶去秘密地點 但不准帶手機和電腦 有可能播放火箭發射的錄影袋看重播 記者們在第一線 消息卻比拜北韓以外的人還要慢 中年新聞林芳穎綜合報導 靖平我們要是這樣跑新聞真的很困難 要我們沒事要現場連線 結果我們都等不到畫面 還要看重播來連線 在北韓跑新聞應該蠻困難的 這麼封閉的國家 而且今天剛丟了一個大臉顏面盡失吧 其實對北韓來說 這個是也是意外之中 就是這應該是說他們沒有想到這麼快 就是一分多鐘不到就這樣子 然後就是解體爆炸 對北韓來講 之前大張旗鼓這樣搞國際宣傳 姑且不論這個國際關係 以及背後所代表他微妙的政治意涵 但是就是金正恩上台以來 他掌權以來 他首次這樣子一個大張旗鼓的 你看我們上禮拜還邀請國際媒體 然後還有記者到那邊去 實地的告訴大家說 我們曾經是發射衛星 不是發射那個火箭 好 不管國際懷疑你是發射的 那個飛彈 長程導彈也好 或者是你自己曾經的那個火箭也好 總是要進一步的觀察 或者是看你北韓的一個國家 一個國力的進步 科技的一個進步 甚至你軍力進步的一個觀察指標 一個很重要的參考之一 結果沒想到今天摔了一個大跟斗 尤其是在這麼多的國際媒體 你看我們昨天在講到說 美軍派出了RCE-135的那個電針機 到那邊偵查 然後南韓派出了四中大王那個軍艦 兩艘神盾艦在那邊 然後還有甚至五艘載有防空雷達的那個 那個他的一個巡邏驅逐艦 都在那個黃海上 然後日本呢 他也派了兩三艘那種神盾艦 在那個日本海 甚至那個接近那個靠近朝鮮半島 這些這個東海上都有 然後甚至在他的一些其他公股群島 那些等等石原島 都部署了愛國者飛彈 大家是這樣子嚴陣以待 至少以美日南韓 這三個周邊地區和國家 還有駐韓美軍司令部 把那個WatchCon的等級 從第三級提升到第二級 可見大家都覺得說 北韓這次是不但是來真的 應該的 大家對於說會不會成功 當然是Bounce一半一半的看法 在這次發射之前 結果沒想到他重蹈了 2009年那一次的復撤 那大家接下來看說 哇 這樣子會有什麼後果 北韓臉丟大的 當然北韓當然是臉丟大的 而且這樣摔一跤 這樣發射一枚850萬美金就泡湯了 他可以讓北韓人民吃 北韓人民一年的飯 北韓人民吃一年的飯 北韓現在還在鬧飢荒 所以他們這樣子 這樣子吃完 一定會有人要負責下台 2009年那一次也是一樣 他的軌跡有點路線不同 是往太平洋那個方向射 一樣當時也是大浦東二號 然後也是他們所謂的 銀河二號的一個火箭 運載火箭 然後大家都知道是大浦東二號 然後當時也是光明星二號彗星 一樣是失敗 2009年那一次到10年初 他們就祭出懲處 當時的飛彈司令就被隔職下台 而且後來被槍斃了 那北韓過去不乏 因為政策失誤下台負責 包括像貨幣 就類似我們中央銀行的總裁 他們貨幣改革失敗 也是下台槍斃 那岩平島砲擊任務失敗 砲兵司令被隔除也是槍斃 那北韓這種共產封閉的國家 動不動他就是唯一死刑 所以對這個金正恩 他臉丟不丟得起 當然他是丟不起 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可見在這個事後一定會有人檢討 所以蔡耀兄 幾位在講的這種北韓 真的是沒事就要掉頭了 對 真的 金正日在臨終之前有交代政恩 說維持跟發展 這些核子武器 還有彈道飛彈 還有生化武器 這個是維護我們朝鮮半島 安定的最大力量 千萬不要放下這些武器 所以因為上次的2009失敗 這些案子都是要清的 全部這些案子已經養到現在 所以到了政恩上台的時候 他就要開始對這些案子做一個了絕 所以那時候這個內閣的一個參試 叫全浩雄 因為2004到2007代表北韓 去跟南韓談判 但是很多這個金正日 跟他交代的一些很重要的事項 結果這個全浩雄全部都退讓 幾乎在南韓那裡招架不住 每一件條件都沒有符合金正日的期待 所以回來就被槍斃 發生爆炸案 專列也受損了 但是金正日沒有被炸到 這個案子也養到現在 還有四萬多一塊 跟台灣那時候舊台幣換新台幣一樣 一樣 他這次貨幣改革一樣 結果把北韓人民的財產 全部都充淡 全部都稀釋了 結果怨聲載道 這個北韓人民公分非常嚴重 結果把兩個財政官員 一個叫文藝峰 一個叫普蘭區 全部在平壤的這個西山體育場 全部當眾槍斃 然後所有的軍需工業 經濟官員 總共20幾個 因為這幾年真的弄得不好 所以全部關閉 全部槍斃 然後金正恩更嚴重是說 他現在面向是因為 學他的祖父下去美容的 六七次 但是他內心還是很兇狠的 沒有呈現在臉上 臉上是很溫和慈祥 但是面向 用這個整容是沒辦法改變 他現在連這些拖北者 你爬上那個壓綠江 以前是爬上去就不掃射了 現在你爬上岸 還是照常掃射 鄭恩是這麼的兇狠的一個人 對啊 昨天不是有講說 什麼五歲就會把哥哥 推到水裡面要殺哥哥的 不過今天不管怎麼樣 北韓他這個火箭升上去 一分鐘好掛了 現在美國在偷笑嗎 馬上回來